回圈里面第二重要的 其实4回圈是有范围的 有没有 可能1到13嘛 OK我们1到14 那如果fire回圈的话 它是没有范围 它是一个条件 也就是当那个后面的条件 为true的时候 它就进入回圈 force就跳离回圈 OK所以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看有关 那个fire回圈部分 那fire回圈如果今天呢 其实如果要理解的话 你也可以用刚刚那个fire回圈 类似的做法来理解 当然它里面有蛮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主要就是说呢 fire回圈强调的是 fire后面的这个逻辑 如果这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那就进入回圈 反之就是跳离回圈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它一直就没有 一直都为true 那就变得无穷回圈了 OK所以后面这个条件 如果一直为true的时候 那就无穷回圈就跳不出来了 所以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逻辑判断 比如说break 你也可以break跳你 但是你为了这一题 假设我今天用fire回圈 要加总到99的话 该如何撰写 那我们当然可以利用 刚刚那个 就是刚刚有一个是 我们用for回圈 假设用for回圈来写 1到99是用一个range 来叙述 刚好有一个range的一个函数 刚好可以帮我产生1到99 把它全部累加起来就OK 可是换回圈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请特别注意 换回圈有三个地方一定是不一样的 哪三个地方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 其实这边应该可以严格讲解 逗点这边应该有1 1的话是它的不净值 不过这个逗点1可以省略 理论上应该是有 所以我先把它加上 为什么 因为换回圈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的话 我如果要把刚刚这个 改成换回圈的话 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哪三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的话 在换回圈有初始值 初始就是说从1开始 可是问题 那换回圈它没有初始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假如说你有个i的话 你可能i要先等于1 先给它规范 所以这个初始它没有 你要先给它 第二个的话 条件 我们这个是到99 所以它的条件是1、2、3 那我这三个不一样 那这个是初始 所以我要给它一个初始 第二个的话是条件 那条件的话呢 我这边给一个fi fi有什么呢 fi有i怎么样呢 因为它加到99 所以当它i 它如果是小于100的时候 那我就进入到我的回圈 我的回圈的话 一定是一个tab 下一阶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这边记得加个冒号 就是当它的条件是小于100的时候 那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sum 加等于i 帮我累加起来 意思就是说 当它等于1嘛 那进到这边之后的话 i现在是1 那一定是小于100 所以进到回圈 那进到回圈的时候呢 它就帮我累加 然后上批认是0 所以等于是0加1 它就1啦 帮我加回去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 它无穷回圈 为什么它一直都1嘛 所以呢 再来的话 你可能需要什么 把那个i的值怎么样 再加1 有没有 那因为for回圈 它本身有一个步进值是1 就是它每跑一次就加1嘛 可是在坏回圈里面没有哦 所以这里的话你可能要怎么 i 加 等于1 OK 就让这个1怎么样 这个i的值 把它加1 就对了 加了1之后呢 再来它就变成2 变成3 变成4 一直到 到多少 到99了 到100 不过特别之后 100有没有小于 小于 这个100有没有小于 后面这个100 没有嘛 false 所以当它唯一摆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离开了 离开这个 啊 就离开之后的话 再来我就把这个sum给paint了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总共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哦 1 这个初始值 OK哦 所以先给它1 这个是条件值 步进值 所以哦 理论上如果假设你已经把那个for回圈写好 你要把它改成坏回圈 你就注意这三个地方就OK了 当然前提是因为for回圈先写好了 是从for回圈的思考方向去思考 当然 换回圈就必须要这三个 不过以后换回圈 基本上可能也会需要这三个东西啦 但可能也不需要 因为它强调是后面这个条件 所以关键是这个条件哦 初始值跟步进值值我们要配合for回圈 所以呢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它就帮我初始值1 然后加了1之后再换下一个 直到99 100 100就跳离 所以就是1加到99 把它执行看一下 理论上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也是4950 一样的结果 OK哦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大概了解一下那个 就是快回圈跟for回圈之间的差异点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哦 嗯 后面当然我们可以再把它做一个其他的变化 这边的话 做完之后 其他像 Cantium Break 我想这个前面都做过 我想这事情再练习一下 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就是什么 用快回圈哦 跑99神法表 哎 其实哦 一样的道理哦 反正你就把那三个东西加上去啦 99神法表就出来了 啊这是快回圈的版本哦 只是说那个可能就是考验你的细心程度哦 差一个地方做错 你输出的结果哦 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哦 啊其他的话 啊 刚刚有for回圈有做过啦 我想你就有些部分 像那个三角形啦 那我就不赘述 你就自己再改改看 哎 看能不能把它改出来 那后面的话呢 还有几道题 哦 我们会 再针对哦 就是题目部分啦 当然就判断直处 哦 直处的话就除了一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整除的 那就是直处 那假设啦 我们今天做一个类似游戏 输入一个数字 告诉我是不是直处 哎 那这样要怎么做 哦 不过这个我想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哦 把那个刚刚的for回圈 做过的哦 哦 列席呢 试试看哦 也把它改一个画回圈的版本哦 哦 那我是建议哦 如果你修改的时候啊 建议是把那个module哦 再复制贴上哦 就是在做备份哦 不然的话你改完之后 原来都又不见了 哦 嗯 哦 哦 哦 放入冰箱